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忘记了吗 我们是佛灵帝后和佛灵帝君 是凤灵幻境的皇族 而皇族本就有世代守护他们的将领 个个都是接近尊神的修为 而且一个仙者可抵千百个仙魔 我这十天就是凭借着前世的记忆回到了 凤灵幻境的交界处撤去了隐匿仙帐 带了凤灵幻境中凤羽一族的三十六神将回到弱水河畔 至于凤灵一族中佛灵一族中世代守卫 佛灵一族皇族的二十七位神将 本来我也想一并带来的 可是由于我没有佛灵帝君的令牌 他们也说除了见到帝君或手持帝君的令牌 不然他们根本不会离开幻境 东华伸手赏了玉西一族暴力 说道 希儿 这样你去十天吗 你怎么不用你的空间撕裂术 玉西摸着东华打他的地方 委屈地说道 好痛 东华 不是我不用 而是我根本用不了 我的空间撕裂术最多只能通过十八个仙者 我可是带了很多仙者的 空间撕裂术根本承受不了 东华无奈地摇摇头 说道 希儿 你不会千里传音跟我说一声 空间撕裂术又不是只有你会 我就不会了吗 玉西撇撇嘴 继续委屈道 我一下子没想起来吗 再说了 我也准时赶到了弱水河畔参与大战 没有放鬼族的鸭子啊 东华更加无奈地摇摇头 叹息道 你啊 玉西则是默念咒语 挥手收回了用来保护天族士兵的凤与结界 七色玄黄则降落在了玉西的身边 玉西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玄黄 多谢你助我生起凤与结界 七色玄黄发出一声嘹亮的奉鸣 玉西则默念了几句咒语 七色玄黄慢慢地化成了一只七色玄黄玉簪 插入了玉西的望仙记之中 东华帝君说道 好了 众兵将跟本帝君回九重天阙 说完 拉着玉西念起玉风诀 往九重天阙飞去 九重天阙灵霄宝殿 恭喜帝君凯旋归来 众仙喝道 东华帝君挥手示意 众仙免礼说道 众仙要谢的不是本帝君 是凤与公主 众仙正准备拜谢凤与公主 玉西立刻抬手说道 众仙不必谢本公主 十日前本公主说了会祝天族一臂之力 自然不会食言 无 突然玉西一眼痛苦地捂着胸口 东华帝君扶着玉西问道 希儿 你怎么了 玉西深呼吸了几口气 压下心口的疼痛感说道 无妨 这是我离开天外天时留给母帝的一个呼唤灵 此灵与我心脉相连 只要有事只要用仙法震动铃铛 我就可以感觉到 看来我要立刻回天外天一趟 东华帝君说道 希儿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 玉西说道 不必 你是东华帝君 还要留在天族坐镇 我只是回一趟天外天 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 我的实力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东华帝君点了点头 密语传音给玉西道 希儿 我等你回来 然后我们该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去青秋 找白衣上神提亲的事情了 玉西听了全身一震 脸上浮现两朵红云 抬手撕裂了一个空间就消失了 东华帝君看着玉西逃走的背影笑了笑 转身去处理大战后的首尾 天外天女娲供玉西通过空间撕裂术回到了天外天 面对女娲娘娘行礼道 女儿玉西见过母帝 女娲娘娘立刻扶起玉西调侃道 希儿 你可别拜我 你身为创世之神凤雨花尊 拜我我怕折兽 玉西听出了女娲娘娘的调侃之意 笑道 母帝 女儿说过了 在您这里没有什么凤雨花尊 我就是您的女儿凤雨玉西 对了 母帝你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女娲娘娘说道 希儿 你托黄一告诉母帝的事 母帝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放入她的元神和唤醒她了 玉西说道 好 我已经从乌灵山的军陵将军和行列将军处 取来了丽雨的元神 这就准备复活她 不错 玉西在和东华回九重天阙之前 递给黄一的那颗灵珠中 封存的是令雨的鲜血 是玉西趁着自己借用昆仑镜回到过去 东华去维持平衡的时候 以自己身为凤雨花尊的力量 将灵珠穿越了数万年的时空 去到天族与异族大战的时候 取来了令雨的鲜血 请女娲娘娘用七死回生的仙法 换回令雨的仙体 自己会取来令雨的元神 放入她的仙体复活她 再用几年慢慢的调理她的仙体 说完 玉西就一个仙盾去了灵华殿 将自己放入凤雨玉佩中的令雨的元神 提取出来 以自己的仙法引导元神回到令雨的仙体里 随后双手结印道 凤雨归来 只见无数凤雨花 从玉西手中倾泻而出 慢慢的融入了令雨的身体里 加速了令雨的元神与仙体的融合 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玉西停止了施法 凤雨花也渐渐消失了 玉西伸手为她的额尖注入一丝仙法 令雨便慢慢的睁开双眼 玉西说道 你醒了 令雨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 启程问像站在自己身边 同样陌生的女仙道 你是谁 这里又是哪里 我不是死了吗 玉西轻笑地回答道 不用害怕 这里是天外天的临华殿 本公主是天外天的长公主凤雨玉西 你的确在天族与异族的大战中语化 但是本公主取来了你的鲜血 托本公主的母帝女娲娘娘 施展其死回生的仙法 换回你的仙体 复活了你 令雨天后正想起身道谢 谁知玉西看穿了她的动作 说道 你不必谢本公主 而且你现在刚刚复苏 原神和仙体还没有完全融合 本公主只是用凤雨花 为你加快了一下融合的速度 你自己先慢慢的调息 将你的原神和仙体加快融合 本公主会为你慢慢调理 等你好得差不多了 本公主会送你回乌林山 你可以跟着东华帝君坐下 七十二神将中的军灵将军 和行列将军学习 等时机到了 本公主会送你回昆仑须 令雨说道 令雨多谢凤雨公主 玉西点了点头 伸手搭了搭令雨的脉搏后 转身离开了林华殿 去了百草阁 开始根据令雨的仙体状况调配药物 三百年中 玉西配置了很多仙丹 帮助令雨恢复 可能是原神离开仙体太久了 玉西虽说医术甚好 但是也用了整整三百年 才调理好了令雨的仙体 原神也跟仙体完全融合了 只是她的修为尽失 只能重新修炼 这一天 玉西刚刚看完令雨的身体情况 回到明凤殿 黄一就拿着一张请帖 走进来向玉西行礼说道 凤雨公主殿下 魔族十足少晚送来请帖 说是老天君的寿宴 哦 玉西倾笑了一下 请问公主殿下要去吗 黄一恭敬地问道 嗯 本公主已经完成了本公主的事情 也该回一趟九重天阙了 去吧 玉西淡淡地说道 乌灵山玉西念起玉风诀带着 恢复好的令雨从天外天飞到了乌灵山 刚刚撤去玉风诀降落 君灵将军和行列将军 感觉到了熟悉的仙泽 立刻出来迎接道 陈君灵见过凤雨公主殿下 恭迎公主殿下先驾 玉西挥手示意二位将军免礼说道 君灵将军 行列将军 本公主已经复活了令雨 拜托二位将军照顾一下他 让他在此好好疆养 恢复修为 等时机到了 再带他前来 君灵将军和行列将军心领神会道 是 凤雨公主殿下 玉西满意地点了点头 念起玉风诀向九重天阙飞去 身后君灵将军和行列将军一起行礼道 恭送凤雨公主殿下先驾 九重天阙灵霄宝殿东华帝君 因为玉西不在的关系 原本不打算来这宴会的 但又听众林仙官说少晚找叶华 多要了一份情帖送去了天外天 于是也来了 因为今日是老天君二十五万岁大寿 所以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神仙都来了 今日是老天君寿宴 知鹤想先一曲舞可否 知鹤问道 天君叶华说道 准奏 知鹤一曲舞完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